现在请两队向后转 面对极战上你们投票的101位评审 如果你支持往这里看战队 就丢出你们手中的黄色毛巾 如果支持张艺兴的核心武器战队 就丢出你们手中的红色毛巾 这把两边都很强 艺兴最后的一个连既贴切 又有设计巧妙 而且跟他们主题非常搭 然后中间他们的那个灯光 突然间现场按灯 配合他们的这个灯光的一个一套 就是手上的东西 就这个是在我的意料范围之外的 就没有你会这么玩 这个点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可能家人那边更会玩一点 包括他们控制那个人 后面有那个水枪 包括他们转场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个 那个水花 很大 就抢眼球这些细节 很细腻的 三二一请投票 工作人员上台计票 紧张啊 对手也很强啊 因为自己没有呈现好 所以其实自己心揪得很厉害 就很怕因为我的失误 让整体这个舞蹈 大家在大脸眼里看来就很 差 哈林老师在下面 刚刚看到两队的比赛 感觉怎么样 两边都很精彩了 就是这边的感觉是 干干净净 而且还有一些很意境的东西 而这边就是创意无限 然后也感觉到在比赛里面那种元素 很很到位 好那如果让你觉得 你觉得 你更喜欢哪 你更喜欢哪一队 这是one more的意思好吧 再来一次 所以是弃票了 太难太难选了 好那我们看看一博啊 一博 你知道为什么 刚才一星队长说的人呢 我知道 为什么不说我不拖 因为他 因为他拖了 他自己拖了 这两队给你感受这个比赛怎么样 我觉得这场火药我也太浓了 首先从歌曲来讲 就是已经很炸的很有力量一首歌 然后两队的编排也特别的满 然后我觉得一星哥这边整体起舞 然后还有道具利用的特别好 尤其是最后一个点可以利用水落的时候做一个莲花的样子特别好 然后而对面的话整体的比赛的感觉跟状态特别喜欢很强很刚 然后还有利用到一些喷水啊这些东西 我觉得两边的整体的画面感都特别的好 如果让你选的话 你内心更倾向于哪个作品 我说实话这把真的很难选 所以不是汉连老师他自己说气票很狡猾是你也觉得 我也觉得两边都开 你也很狡猾 你也觉得很难选 是你很狡猾 对的说的对 好两位队长 对对方和自己的表现有什么点评呢 首先这个还是有失误 所以还有点不开心 但是我能够确定的是对面也很整齐 然后也很powerful 然后也玩了很多水花 这样子队长 我对我们这一队今天 我很满意 有些时候最难赢的是自己 我们排练这么多次 这一次是我最满意的一次 那么我们就来到我们的选手啊 就废话少说吧 我觉得不管我们五种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 也不管对手是谁 我们核心武器就是干 我觉得对面的也很好 但是照我们呢就差一点点 我连狠话都放不了了 我本来我最喜欢说的那句话谈叫做 你们跳得真的很好 就比我们差一点点 我那句话说不出口 没有底气你知道吗 好第一轮的战国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 现在请两队向后转 面对给你们投票的观众 两队第一轮的战争 非常非常的精彩 比分为 72比29 多少 72比29 是吧 72比29 差这么多 多10多 他们那个差好远啊 70多比20多 没有想到差距会这么大 就是很紧张的 然后我心里想的应该是会赢的吧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跳的蛮好 然后我看我队友也没有太大的失误 所以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获得首战胜利的是 恭喜 张以兴战队核心武器 张以兴战队核心武器 确实是灭了一把冷汗 送了好几口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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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就 70多比20多 为什么这个票数 是这么大呢 他的差距 最后 要好 最后